好,来看到文蓝村通往崇光部落唯一的外环道路 常年是受到雨水的侵袭 路面是已经开始有下陷的情况了 那么为了要解决唯一一条回家的路 秀林乡民代表蔡培活就向秀林乡长王梅归来反映 希望能够重新规划新建师座 那么经过会刊之后呢 也获得秀林乡公所的权利跟支持 秀林乡最南区的崇光部落位处于300公尺处 由于唯一的外环道路常年受到雨水的侵袭 已经有开始地基不稳的情况 路面一度有下陷的情况发生 影响到400多名住户的安全 秀林乡民代表蔡培活并且向秀林乡民代表会提案 请向公署来了解 这个地方是崇光最重要的外环道 他们唯一的对外交通的道路 这个地方因为太斜了 所以有的挡土墙 我们最近几年都做了一个边坡的工程的改善 还做了一个铁栏杆的围墙 先给它挡起来 让它比较安全 路过的村民比较不会碰到落石 或者是什么危险的问题 这是一个 这个部分的公所跟县府都有来这边帮忙 中央的经费也溢注在这个地方 也做得很好 这个部分已经差不多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地基的部分 几乎每年都在下线 每年都在军列 那我们公所或者是县政府 或者用中央的经费 已经铺了好几次的博友 把它弄平了 让我们摩托车也好 轿车也好过得比较平顺 不过最近还是在军列 还是往下线 所以这个部分 我特别今天 我跟村长再来看 我们又要求公所带给专家 和设计公司的专家 再来看一次 看需要多少经费 然后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希望他们这一次 从更专业的角度来看看 怎么样协助我们的老百姓 让我们这个道路 做得更完整更完美 设计下面代表蔡薇佛 文兰村长廷文采 相当感谢中央单位 跨离政府严重民行政策处 和设计相当我们的各位的重视 在各单位的协助之下 能够做好规划的工作 重新打造好地址的作业 让崇光波罗人们 能够安心的回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